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韩国有很多景点都很适合打卡 有些可能大家都去过很多次 但可能未必知道应该在什么位置拍照会更漂亮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要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拍照给大家看 我今天去的地方全部都是室外来的 韩国已经进入了春天 夏天即将要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来韩国旅行的话 千万不要小看太阳系 一定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 今天当然有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 首先我在妆前就塗了这个 Sunplay UV Super Moisture Gel 它的质地是非常水润 塗上的面子也是很贴服 重点是一点都不会觉得黏 所以就算上妆也不会觉得很难上 然后今天我就会带这支防晒噴霧出去 因为今天我会出去整天 定时定后补防晒是非常重要 才可以保护防晒功效 待会适当时我都会补防晒Mist 就是大家都所知的蚕室 有个很漂亮的湖水公园 如果所有场景都要穿同一套衣服 好像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带了几个外套过来 感觉上好像是不同的日子这样拍的 等你投资的时候 你不要好像整个IG全部都是同一件衣服 在2号出来就会看到这个湖水 然后其实这条桥都很漂亮 配合没有人的话 就可以拍到一个好像很干净 很文清的照片 要给一点点耐性去等一等 或者这样在篮杆 刚好现在又有樱花 然后又有水 然后又有很多建筑物 然后拍出来的感觉又是很舒服 如果来这里拍照的话 可以穿得比较少女 比较绿花 可爱女仔 文清风 甜美少女的感觉 自己说 好好利用这个湖水 然后利用篮杆 然后可以这样 挖过去 或者我这样蹲在这里 转一点拍过来 然后又是会好好看 又可以利用这些座椅 篮杆 可以这样 哇 它在下面 嚇死 它不怕人的 我真的心里好 然后就在篮杆里挖住 真的不要坐下去 借力 因为这些很危险 或者是椅子可以 桌在这里 桌在这里 我觉得可以变向太阳 遮一下光 然后走到尽头 就可以一眼看了 这一栋代表建筑物 像篮杆 或者是这样 很开心地转来转去 那如果想近一点 拍到整栋 我可能就是 再低炒一点 这样 跟它合照的一个概念 再来到下一个地方 但因为已经出门了很多个小时 所以就带了这个防晒spray 用之前 把它搖完之后 这样噴在你想要噴的地方 它是面和全身皮肤都可以的 它是无色无尾 所以是妆后都可以噴 现在很慢太阳 但是如果有时阴天的时候 都要做防晒 因为是有紫外线的东西 做防晒之后 就不怕会变黑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一个地方 成人是3000元一个 我们打这个车 5分钟就上来了 完全没有人 包装平一来的好处 知道吗 平时这个天空公园 会有一些芒草 就是现在冬天 现在是没有 所以现在就要找几个位置 就算大家来到 是什么草都没有 都不要紧 都可以拍到漂亮的照片 譬如我们可以 利用椅子 譬如粘上去 然后这样 不是 我都要 不过 这里有个不好 就是很大风 但是风有个凌亂味 就是你用椅子扒 你在摇着 太大风 很厉害 这些是假的 令到它有前景后景 对啊 有这么大条路 我们就要好好利用 旁边有个风车 而且这边有个圆轮的 一些比较特别的背景 譬如这么大风的话 就利用这个风 凌亂味 这样 没有表情地摆姿 就可以了 荒流围 然后又来一个非常之 好好拍照的地方 轻轻地挨 或者 看着景 然后在旁边拍 也会很美 望着天 好像很享受的 冷死了 对啊 怎么知道是冷死了 哈哈哈 天空公园的地表 就是这个半圆形 我以前来的经验 都是很多人的 不一定要走到很近 这里也有一条路 然后就这样站在这个中间 用它来做背景 拍出来的照片 就会极到文青 极到漂亮 而且你会极瘦 和极高 这个框真的很漂亮 如果是没什么人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拍一个 是超有空间感的 不同角度的 看镜头 或者看下天 来天空公园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堆 超高的 其实这些应该都是 芒草 近一点 大头会比较美 刚好阳光在后面 就可以有一点 逆光的感觉 最后一个地方 就是益善洞 益善洞 近来韩国是一个 最热门的地方 情侣 男女女友 一家大小 都会来的地方 都可以比较星期六 因为星期六真的很多 益善洞 这些地方 他们最出品就是 这些小汉 是很漂亮的 比如这些餐厅 还有韩国特色 现在就选一些位置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角度影会更加美 是吃烧肉的地方 然后一路看到 这里有一点阳光 在这里 然后没有表情 可能是 插着外套的袋子 非常之好看 那在那时我走过来 发现有个角落 很漂亮 是一间cafe 因为它刚刚好 是一个角落 也是没有人的情分之后 这样 拍一个wide shot 也是会 非常之好看 我觉得 益善洞是 适合一些不笑的 或者是 拍outfit 是非常之适合的 对了 叫WON 这一间cafe 在外面 真的很棒 我很喜欢益善洞 因为基本上 每一个角落 都是漂亮的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色彩 就是这样 哇 你这样拍也很漂亮 我看到这一间 也是cafe 可以利用它的门 出出入入 那个瞬间就去拍 但是当然 没有就这样拍 这样是一件很坏的 所以我们是会进去买饭的 拍照的道具 卖materon 但是怎料发现 原来这里是超级漂亮 这个位置 不知道其实整间cafe 都很漂亮 然后 转了一个圈 对了 它每一个位都非常 拍照的 对了 如果经过的话 我觉得可以坐室内 不是坐室内 因为室内也漂亮 但我觉得拍照 不太好看 其实这个不是 不是今集的主题 但是顺便和大家说 有个资讯 然后看到它很多这些木 这些有点凳 利用刚才买过的教育 然后就在那扮等 男朋友 什么时候来啊 这样的一个concept 来拍照 是非常棒的 这间是叫做 vacery and coffee 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 可以在拍照 什么时候来啊 来未啊 不知道是concept的 是不笑的 是不笑的 拍张照而已 明明可以在这里拿着的 不是 有时候执着的就是 没有了包装会漂亮点 所以就要拆包装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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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浪 可以cut的了 有很多人啊 我们现在在等着 没有人 要拍照的 就是要等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不离 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之成功 刚才趁没有人 接着插了很多张 然后就拍了一个超级 好像是开了 超阔的广角镜 这样 有很多人的话 切了旁边的那些 有时 甚至真的没办法的话 就要 需要很强劲的P2技术 要看运气啦 我都在这里拍照的话 但是是 如果有运气的话 真的很漂亮 在人多的地方呢 拍照的技巧就是 被拍的要随时ready好那个Pose 拍照的那样 都要一路在一路 看定 如果没有人的 就不停抄 不停抄 然后我们又找了个好位 就是要炸这些橫灯 画背景有点特色 这样 然后可以 就是放一些很 随意很无心的 一些很随行的Pose 一些脱腿的 耶 收获了 拍完都做的 Good Good 吃饭 好棒啊 我们进来吃steak了 这个risotto 哦 很满动的餐厅 都是很好吃的 今天就去三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了 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影法 如果大家刚好旅行 来到这些地方的话 不妨可以参考这些影法 然后今天 整天下来 用防晒的感想仔 随时可以放在手袋 然后无时无刻 觉得有需要 就立刻拿出来补 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 都可以阻挡这个紫外线 因为其实我们眼见 就算有阳光 没有阳光 都可以有紫外线 那现在夏天又来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 每天都要早防晒 那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可以帮你支持我 记得订阅我的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动向啦 记得更加订阅和旁边的钟掣 就不拍错过最新的video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谢谢大家收看 Bye